好另外还要带你来关心了 就这样的状况到底是真相如何 这是一名女骑士她用手机所拍下的画面 这小女童疑似是被家人习凶了吗 事发当时的女童一家人的机车是三贴 停在高雄市的民族跟大顺路口 而坐在后座的男子呢 不但是从后面熊抱女童 甚至呢是有疑似伸手习凶的状况吗 而这段影片被网友po上网说要揪出这个恶狼 但是呢女童妈妈事后是被警方约谈时表示 这只是坐在后座的爸爸在对女儿搔痒 一家人三天骑机车在路口等红灯 女童坐在中间像个夹心饼干 后座这名男子不但在众目盔盔下 伸手抚摸小女童 甚至一边摸脸上还露出猥琐笑容 女骑士看到这一幕简直是吓坏了 拿出手机一路跟拍 发现这名男子多次伸手雄抱习凶 女童一脸厌恶甚至还用力推开 但后座的狼爪始终没有停下 小女童因为不舒服不断地扭动挣扎 男子动作频频 妈妈骑车没有察觉异状 还大声呵斥要女童坐好不要乱动 热情骑士把整个过程用手机拍下 po上网要揪出恶狼 网友气得大骂这名男子的恶心嘴脸 让人忍无可忍 警方事后寻画面中的车牌 找到女童母亲到案说明 他宣称坐在后座是女童的父亲 当时正在对女童骚痒 但社会局表示仍然会介入调查 整理由梁家文黄培如高雄报道